韩国瑜在这一场已经身败名裂了 你知道吗 我就不晓得为什么还有那个 我觉得他是一个台湾政团上面一个奇葩没有错 你看哦 这个叶仁之刚当议员 他可能要过几年才会当立委 当完立委他可能想选市长 可是韩国瑜在这个半年中间 他就已经从平民跳上市长的宝座了 那你看那个可怜的钟小平 他做议员做那么久 他也没有办法做立委 然后立委之后他也想选市长 可是都没有 可是韩国瑜就做到了 老天爷给他多好的机会 那从台湾民选之后 到现在每四年选一次总统 有多少个总统候选人 二三十个了不起了吧 韩国瑜就是其中一个 他一回正常一两年之内就可以选总统 成为总统候选人 你说老天爷对他好不好 好爆了 结果呢 结果他有好好做吗 他都没有好好做啊 每天都在瞎扯扯 我觉得他被罢免开始之后的心情 就一直都很好 一直好到不行 就没有责任了 对就没有责任 然后他也成了就恢复到韩国瑜的本性 我们高雄的也心情很好 对啊 那所以啊 所以像他这样的人 你明明有那么好的机会 你可以把两个事情都搞砸 这是天才 这不是天才 怎么能够做得出来 对 如果你总统大选虽然选输 但是你可以选得稍微平稳一点 没有那么糟惊 不会说什么炒豪宅啊 不会那个什么被打破平民的形象 你还是可以回去高雄好好做 但是你就是在总统大选期间 绝对不是说你讲那句 Yes I do 我才罢免你 是你在中间是破功了 你所有的京剧都变笑话了 然后下台还要骂 骂自己 不要讲自己是谭世童 不晓得谁是慈禧太后 不知道谁是袁世凯 然后还要说自己是周武王 然后不知道谁是周武王 谁又是达姬 我也不晓得 他为什么要讲这么多话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有 94万的罢免票把你赶走 你在高雄 还有辅选的能量吗 我真的觉得很怀疑 然后这个柯文哲也是六都首长里面 满意度最低的人 像这种人都要躲在地洞里头挖 躲起来才对 他竟然有有脸两个人联手 去要辅选谁啊 我不相信谁这么勇敢 罗志强你出来选吗 叫这两个人去辅选 你看你会不会上啊 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台湾的 台湾的人民愿意给很多人机会 这两年给韩国瑜很多政治人物 从政以来都没有到的机会 可是你当你表现很差的时候 人民也不会留情 然后就把你罢免掉的啦 所以我觉得说你真的 我觉得拼了几个韩粉 你看明天 明后天有韩粉要去上街头 结果韩国瑜跟他说你不要去 他马上就变脸了 我不是韩粉了 我不挺韩了 我挺中华民国 我是台湾粉 像这种韩粉坚定吗 所以说我觉得有时候都是吹牛 然后造一些虚空的这种气势造出来 我跟你讲最好真的 包括未来的补选 最好不要请韩国瑜去辅选 我觉得国民党重新习心革面 重新盖造形象会比较妥当啦 对啊